麥神萬號 嗨 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因為我們邀請到一個嘉賓 接上麥神萬號 Karen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說 你現在在做甚麼 其實我今天是來訪問麥神 你來訪問我 但現在我訪問你 我是麥官特神父 類似乾果 乾果就是乾果民主古屋 最大的乾果 我來香港已經13年 大家叫你做宗教界KOL 有嗎 麥神父是天主教香港教區 青年牧民委員會的現任主席 在教友間最為人共知的 就是他在青年網絡平台 為廢點播出的麥神問號專欄 2019年1月 原主教楊明章離世 教廷宣布委任前主教 湯漢舒基出任中座處理 麥神問號三天之後 就訪問了懷疑因為 曾經公開支持反修禮運動 而被撤銷任命的夏志誠 又在祈禮運動 又在祈禱會即興訪問了雷炳權 大家好 在我身邊的是女餅權的兄弟 這份公義如果存在在每一個人的心裡 我相信下一代是會看到的希望 更訪問到訪香港的主教級書記 中凡協議這些敏感的議題 正在說明確實 但正在說明的同學和中國的同歸 其實怎樣和這個同歸於合遵的加上 那些同歸於合遵的協會 很久人認為極度保守的教會 竟然容得下這把感言感冷的聲音 還要擔起在敏感時刻 看顧年輕人的風格 很多問題在這裡 因為這個位置一向都被土生土長的香港臣富做 但是我一個傳教師 中文很麻煩 為什麼要臣富 你可不可以做精力木馬公眾呢 在他眼中所有的事都是天父的旨意 身於一個戰亂的地方 來到香港也都面對了最動盪的時刻 成長經歷 或者為他在香港這個工作帶來了一些影響 我每一次聽新聞 這個會跟那個打 我真的會經常記得以前工作的生活 希望我們世界不可以再打 因為是很辛苦 如果你在香港生活 這十年內 有些事情我們一定經歷過 2014年的靜宗 教練那個社會事件 我跟青年人一起的時候 是時時鼓勵他們 時時配搬他們 時時教育他們 是要記得目的是什麼 我們是人 在人生旅途中 有Ups 有Downs 如果你願意繼續行 無論風或雨 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要有信心的 記得外主 外人 我們所做的一切 才是有意思的 不在香港 跟外面的朋友 聊天 他們會說 你想像是香港人 你說話不屬於非洲的想法 如果有人說你是香港人 如果我自己也深信 我是香港人 所以我真的是香港人 他很努力地去學習 和理解年輕人的文化 知道Facebook 已經不是年輕人的玩意 所以他會玩IG 甚至玩Snapchat 而他更加是第一批 跟我用Signal溝通的朋友 我認識他是幾年間 他很隨和 對於我們香港的文化 是很掌握 語言也很掌握 他可以用廣東話 去說一些廣東話的笑話 他真的是一個香港人 除了你是不吃紅爪 你不覺得他是外國人 他不說我都不太記得 祝你身體健康 願祝你平安 這些Snapchat是代表 關心、愛、照顧 但他很喜歡用你的樣子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因為你的樣子很有趣 身為一位傳教士 麥神父說他來香港的理由很簡單 就是收會派他來香港 小時候在江果成長 因為有看香港電影 看李小龍 知道香港在哪裡 但從來沒想過 真的會有一天來到香港居住 我也問過 Why me這個問題 我老實說 那時候我也不知道 香港的文化 香港的生活 只是知道要學中文 因為他們講中文 來到香港之後 他在中大 修讀非華語人士的 廣東話進修課程 他用了兩年的時間 去學習中文和廣東話 現在他就能夠 聽、說、讀、寫中文 很難學 很難學 真的很難學 我們天主教徒 經常說天主 所以真的要說天主 如果你說天主 意思是什麼 上面有豬 你會知道的嗎 他說他仍然在學習當中 但我只可以說 他的學習能力真的太強了 這是希臘的紀念品 中文是說希臘還是希臘 我都不知道 是希臘 啊 希臘 香港和江國 好像兩個不同的世界 在香港 什麼都快 行路快 說話快 做事快 哇 頭幾個星期 我真的問了自己 會不會適應到嗎 巴士還沒到站 大家已經站起來 在巴士門口等了 司機一停車 哇 就立刻下車 我們在江國不是這樣 不同地方 不同食物 不同語言 不同習慣 但他認為最重要的 就是一個心 開心生活 才有意思 我是喜歡 是十分喜歡 是很喜歡香港 有很多東西都很喜歡 我初初來香港的時候 第一個感覺 就說香港真的很安全 還有那些人都是 非常好 你想別人幫忙 看到那麼多人 那麼喜歡幫我 適應這個環境的時候 我自己都是很開心 來到香港最大的禮物 就是在香港星神戶 2011年4月30日 升神父 你做神父 有人會問你 你在哪裡升神父 是不是 我會說什麼 兩個字 香港 所以香港和我 是一個 婚禮故事 全教士的工作 是每三年 就跟教區簽新的合同 即是工作了三年 才可以放一次嫁 回江國探親 本來計劃2020年可以回鄉 但就因為疫情 擱置了 我們是人 人都會顧著家 不過他們都知道 因為我是傳教士 我一定要離開家 但香港也是我家 希望會繼續在香港生活 但是誰知道 可能明天總會長會叫我 要離開香港 去其他地方服務 你要離開這個地方 你覺得 人嘛 有不捨得的感情 不過 什麼都是交給天主 就是要 記得訂閱果子啦 記得訂閱果子啦 還要按個小鈴鐺 還要按個小鈴鐺 還要按鍵鍵 感谢观看